今天下午要安裝直播分享的是台灣算是賣最最棒的那個車款之一 TOTA的Artis這一代的話呢是九代九代的話前面的避震器裝一邊裝好了 大概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話呢是配置的彈簧公斤數呢 是7公斤那車主剛剛的車子離載串也壞掉所以我們就一定幫他做更換 前面裝好了這個都是我們的KTV電信號都是銅聲還有銅聲高低可調 阻尼的話呢也都是可以30段可以軟硬做調整可以隨著車主自己的喜好啊 把它做軟硬的調整啊這個地方呢就是調整車高的空間跟區間 把這個托盤鬆開腳管往下挪的車高就變高了 所以調整的區間範圍還蠻大的那今天的預計的車高設定的話 前面大概兩指半後面兩指五左右然後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上座 我們都有附上座 這台車的話施工大概三四十分鐘之內就能搞定了 因為這個車拆裝還蠻容易的 這個是原廠離載串 都已經壞掉了所以我們就一片幫他做更換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後面的避震器 後面避震器一邊已經裝好了 這個是KT的避震器有附上座 上座的話都不用再拆原廠下來使用 後面的台灣公斤數的話是五公斤前面是七公斤 所以他整體的乘坐感還算很舒適的 那KT也有台中工廠 如果有車友Artist的車友有興趣的話呢 也都歡迎前來試乘 因為我們工廠裡面剛好有這台車可以提供給大家做試乘 覺得試乘有滿意的話再來考慮安裝就可以了 那用料的部分大概跟車友們介紹一下 像這個裡面的油封 DNC主桶裡面的油封 我們使用的是NOK的油封 裡面的主尼友最重要的一體流速的傳達 主尼友部分的話是用意大利鏡頭IP的主尼友 意大利鏡頭IP的主尼友 它並不是授權來台灣混裝 它是一繩子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後面的部分 高低 高低的調整 是從腳管這個地方做調整 它的筒身長度調長之後側高就變高了 那後面我們前後都做專用的規格 這個上座是Artist專用的規格 這是腳管的部分 這個是KT的代表顏色 KT藍 這算是九代了 現在最新款的17年的 17年的CoronaArtist也已經上市了 據說全調是用了 最新的CHR都是用共用底盤 所以整體的操控最新版的 我猜應該會進步很多 這個這樣的懸吊系統 大概用了10年 Artist 在很諸多考量之下 下一個版本也會做 也會做提升 也會做進化 進化之後的操控性 一定會更好 九代的話還是四孔的 十代之後呢 就變成是五孔的底盤 所以它的仰角的規格 有點不太一樣 這個四孔的九代 它的螺絲還是小螺絲 十代 十代之後呢 就是五孔底盤 就變成是大螺絲 所以避震器 九代十代啊 是不能共用的 如果有開Artist的話 車友呢 很多都碰到我們KT 避震器的話 有自己有要做交流的話 要特別注意一下 這些的細節 那今天的話 還有換的離載串 這個是前面避震器的部分 今天的直播會比較短一點 因為這台 施工完畢之後 那等一下還有一部 BigTida渦輪版的車友 也有預料來安裝 所以今天的Artist直播分享呢 會稍微比較短一點點 車友們 如果啊 對KT的避震器 這種的車種 我們一共做了七八百種車種 車種供應的車種還相當多 昨天分享的呢 是來這邊鏡頭可以帶到 是一台X6跟3 這個是191的 這些都是我們才剛安裝好的車款 那今天安裝的車種別呢 是日系車 下午的話呢 兩台都是日系車種 昨天的話算是歐系車的安裝日了 今天的話呢 剛好車子都剛好是比較 路上兩間路更高的 一些日系車種別 底盤其實差異也相當大 日系車的底盤 拆裝其實大部分都比較 節省時間 像這個後面避震器 幾顆螺絲就可以 下來了 這是底部的螺絲 那上座有三顆螺絲 上座的話呢 外面是兩顆 外面是一顆啦 底面是兩顆 就可以把整個避震器拆下來 所以這一台 拆裝時間相當的相當的短 大概不到一個小時就可以施工完畢 那連同定位的話 大概一個多小時就可以施工完畢 如果阿迪子的車友 有任何的疑問啊 就不用客氣 可以跟我們聯絡 那後面避震器的部分 上座的阻尼調整 來這個地方 你從那邊幫我補燈好不好 這個地方 在後座 這個是後座嘛 屁股座的地方 這邊稍微試蓋呢 稍微打開之後 就可以從這個地方做軟硬的調整 不用再把電器拆下來 順時針呢 就是變硬 逆時針呢 就是變軟 KT的阻尼調整 它的區間範圍很寬 可以隨著自己的需求 把軟硬調到自己想要的軟硬 哈囉 文綺好 阿溫好 還有俊凱你們好 這個是阿迪子 阿迪子的後面調整的部分 前面就更簡單啦 前面把引擎室打開之後 就能做調整了 引擎室打開之後 在這個地方 就能做調整了 順時針變硬 順時針變軟 順時針變軟 KT的阻尼呢 一共有30段可以調整 30段 好 OK 那今天的那個 安裝阿迪子的直播分享 就大概到這裡 3點半到4點左右呢 我們會分享另外一部車 BIG TIDA渦輪版的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 有問題的話記得喔 跟我們後台的小編聯繫 謝謝 大家掰掰 拜拜 拜拜 拜拜